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小主播看天下 今年因为新冠肺炎的疫情 世界各地人们的日常生活都受到了影响 在纽约就读中学的陈兴辞 就利用长期在家的时间 试着自己动手研发各种素食 今天他要带来的料理是 法国月牙面包 一起去试试看吧 大家好 我是来自美国北加州的陈兴辞 我今天要给大家介绍 法国月牙面包 Vegan Crustive 首先先把菜切成小段 然后呢 再把素扒剪或切成小块 在一个锅子里倒入油和盐 然后把菜炒熟 然后倒入一个碗中 加入Vegan Cream Cheese Vegan Shredded Mozzarella Cheese Vegan Cheddar Cheese 和四成一块块的 sliced vegan cheese 然后呢 加入半颗柠檬的柠檬汁 然后加入Thime Parsley 和Salt and Pepper 然后搅拌均匀 最后呢 加入切成一块块的素扒 然后继续搅拌 再把Crescent Roll面团 摆成太阳的形状 然后呢 把刚搅好的Cream Cheese Mixture 摆到中间 摆好后 把Crescent Roll面团 向里面折 盖过Cream Cheese Mixture 在外层涂上 Melted the Vegan Butter 撒上一些Basal Leaves 然后放入烤箱 在375度的高温下烤20分钟 烤好后就可以切成一块一块 慢慢享用了 为了对抗新冠肺炎 医护人员坚守岗位 接受检疫与隔离的民众们 牺牲了行动自由 还有配合防疫政策 勤洗手 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离的你和我 在这场与病毒的大战中 每个人都贡献了一己之力 究竟还有哪些防疫的幕后英雄 一起去看看吧 为了确保医护人员的防护充足 一月底政府开始征收国内口罩 二月六号口罩购买改采实名制 以限购分流人潮 每天订了定量配给健保药局 基层药室义务承担其配售口罩的任务 因为抛口罩需要清洁手部再装 那假设门市一直还是有 民众进到药局里面 做包含零药或做买一些药品 它东西会被打断 所以很多药室都是选择在半夜 关完铁门之后 在药局继续慢慢包 其实大家都能 因为实际上这个是防疫特别的状况 特别是这个口罩 所有售民都是居满人员的 所以他们也都能紧张过去 这个是为了全民防疫 其实少一个人被感染 你就减少自己被感染的风险 随着疫情升温 各地出现口罩抢购钞 为了拼出口罩的产能 能力有限的业者 在国军弟兄与志工加入后 加紧赶工 另外一个在一边的是我们国军的弟兄 所以是国军的弟兄跟实际一起来当志工 来为这个口罩的生产加一把劲 政府与工具机产业跨界动员 一个月内就扩增到60条生产线 日夜不停工 我们怎么样能力能够帮得上忙 虽然说很多人大家都不认识 26家厂商的人员参与这个工作 师傅跟我讲 他们一个月可能做两台平常 现在我们一天把他赶四台出来 在跨部会工程师的努力下 3月25日口罩实名之2.0上路 新增线上预购系统 缓解民众排队购买的压力 谢谢一个个无名英雄 撑起严密的防疫网 让台湾的防疫表现成为全球学习的典范 佩儒 你们家是怎么处理坏掉的闪和宝特瓶呢 闪如果能修就修 但是如果真的坏得太夸张 可能就直接丢掉了 至于瓶子 是不是感觉只能回收了呢 其实我还有找到好方法 可以让这些物品在回收之前 再多延长污名哦 蛤 都要丢掉了 要怎么延长污名啊 没错 快跟我去看看 怎么把这些丢弃的物品起死回生吧 我是小主播叶欧成 现在来到内湖宽爆站 据可靠先报指出 这里有人让我这把 被风吹坏的爱闪 成功复活的人 一起来看看是怎么拯救的吧 走 老师好 又成好 在内湖环保教育站的 成慧环师姐 擅长发挥创意及巧手 将用不到的回收物 DIY延续物命 不知道又成的伞 有没有机会拯救成功呢 听说你能让这把伞 起死回生 起死回生是太神奇了 不过这种防水的材质 我们可以把它利用 然后做成这种的购物袋 或是可以根据伞的 伞布的形状 我们可以做成不同的购物袋 原来伞布可以做成购物袋 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但要做成购物袋 还需要准备一些道具 一面完整的伞布 剪刀 针 大头针 线 如果都准备好了 就一起来制作购物袋吧 首先你喜欢的这把伞 我们就是把它拆下来 要怎么拆啊 这个补架的话 像它这个有缝合处 我们就是轻轻地把它拆解 尽量不要伤到这个伞面 小心翼翼剪开缝线 又成小心啊 别剪刀伞布跟手哦 特别提醒大家在制作时 也要小心尖锐的剪刀跟凸起的伞架 如果觉得操作困难 也可以请爸爸妈妈协助哦 我开了 对 那就可以把它分离了 那这一个铁的部分 我们就可以回收 我们就是利用伞面的形状 因为每一把它的几片的伞面都不一样 那我们这一把雨伞呢 我们就是这样子 利用它这个瓶口 对 这个瓶口我们就是带口 带口 所以这个里面可以装东西 是的 然后再把这个角呢 利用到这边 把它这样折起来 这样旁边就不会弄 对 这样子呢 我们就是可以完全不用剪 剪这个布面 因为伞面呢 这种不透水的材质 它是不能回收的 就是垃圾 对 提靶的部分呢 这个也是我们利用那个雨伞 有的时候 不小心拆破的那个伞面 那那个伞 我们也不要浪费 我们就是把它 把它做成手提袋的那个 提的部分 对 这个就是要兼顾 所以我们会用两层到三层 然后就是把它装起来 这样子 就是一个提袋咯 接着要准备开始缝制啦 但是使用的包包 外表也是很重要的 要先翻转一下伞布 把缝线藏起来 翻转完用大头针固定伞布 在缝活的时候避免滑掉哦 接着就开始缝制咯 为了让这个带子可以更坚固 在底部 侧边及交叠处跟提袋 都要记得风景 又趁发生小小意外啦 翻不太后 真卡不住啦 幸亏师姐的救援把针拔出来 哦 又针偷偷开外挂 请师姐帮忙加速赶工 不知道最后成品会不会成功呢 完成了大概的成品就是长这样 我们来看正面 正面才是重点嘛 对不对 好 哇 终于完成了 我的小灰又可以陪在我身边了 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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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平常方便带出门 收纳也是很重要的 卷起来后 用原本伞布上的魔鬼章固定 就能随身攜带啦 很实用 我觉得大家可以试看看 接下来我们来玩这个 嗯 这个是什么 是要做回收分类吗 哦 我们在回收之前呢 我们还可以再玩它一次哦 玩它 怎么玩 怎么玩 咋爽吗 两个瓶子能做什么呢 佑成猜的答案有点类似 就是剑狱啦 不过是模仿的啦 看佑成利落地玩耍着 这个要怎么做呢 需要的工具很简单 底部凹槽深一点的瓶子两个 刀片 剪刀 一颗小圆球 首先从这边 切 嗯 要切断哦 切断 对 要一整圈都切掉 是 小心剪开或割开后 因为边缘不平整容易割伤 可以用剪刀修饰一下 比较安全 就是尽量它的断点少 那这样子它就会平起 哦 对 我们接下来就是把两个套在一起 就完成 有了 有了 好 那我们就是把它弄实了 邀请一颗球的加入 就是我们的剑狱了 好 你可能要站起来 这个运动量 可以达到一个运动量哦 哇 看要成功了 别小看这个小小瓶子 除了当建议玩 还兼具收纳功能呢 可以把球放进去 下次想完就不用到处找球啦 哇 没想到只要简单的一两个步骤 就可以把生活中原本要做的 要丢弃了垃圾啊 变成实用的包包 和有趣的玩具 在家利用手边的东西啊 赋予新生命 也可以打发时间 找出乐趣哦 如果啊 你有什么神奇的环保小物 也记得上小主播粉丝团分享哦 外来种 外来种有时又被称为引入种 是指当地没有 后来被认为引进的物种 外来种被引入新的环境之后 常常因为没有天敌 加上繁殖力旺盛 危害到当地的原生物种 而我们今天要介绍的 吴郭鱼以及斑腿树啊 也都是到台湾 占地为王的捕塑之客 来到金龙市田辽河畔 海洋大学的专家正在捞鱼 虽然王子里满满的大丰收 他们却一点都不开心 因为捞起的这些鱼儿 都是外来鱼种 刚才底下我们也抓了一些 一些烏锅鱼 也是在这个溪里 隔里 过去在河川里游游的原生鱼种 如今慢慢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强悍的捕塑之客 台湾262种原生鱼种 超过4成都被外来鱼种威胁 有的甚至夸要鞭临灭绝 若肉强食 鱼儿消失的原因 除了环境污染 气息力被破坏 更严重的就是人为引入的外来品种 改变了本来的生态 我们说的慈悲是要让各个物种留下来 而不是把老虎放到森林里面去 它把我们的小白兔跟羊群吃光了 你说它可能没有办法挽回大局 可是我们有多少次机会就做多少次 为了赋予原生鱼 专家非常用心 而同样为了台湾原生物种而努力的 还有它们 青蛙这边叫间缀突起 通常横条 我经常到间缀突起的地方 就停了 晚上六点钟 志工正在进行行前训练 学习辨别各种青蛙 天都黑了它们要去哪里呢 它们要去寻找斑腿树蛙 它白天就躲在这种缝隙底下 那晚上才会出来繁殖或者是密室这样子 这只公的 这只母的 它体型就插背那么多 为何要搭费周章的抓斑腿树蛙 不是因为它稀有或是可爱 而是因为它造成了生态危机 2006年 有人在彰化田尾 发现了台湾没见过的小青蛙 相关单位持续追踪 发现了可怕的事实 整个田尾几乎都沦陷了这个样子 那是到2011年的时候 我们发觉 怎么在台北 巴黎 桃园 都发现了斑腿树蛙了 那显然它就已经是扩散了嘛 短短几年未来的斑腿树蛙 数量已经登上全台第二大族群 竞争力强的它们 视力版图不断扩张 然后我们在野外就曾经看过 斑腿树蛙的蝌蚪吃小羽蛙的蝌蚪 那它的密度高 因为它一次生蛋600到1000颗 那蝌蚪也多 然后其他蛙的蝌蚪 有可能就会变成它的食物了 行动结束 抓到的斑腿树蛙 将成为其他动物的大餐 虽然有点残忍 但是为了原生挖累的生存空间 无奈也只能这么做 只是希望人类能继续教训 别再让无辜的小动物承受罪名 成为破坏环境的不速之客 你会下厨吗 有一群花莲慈大富小的小朋友 他们穿上围裙 化身小厨师 在烹饪教室里大显身手 这堂料理小学堂的课程 教大家运用家常技巧 呈现令人惊艳的美味蔬食料理 快跟着镜头 一起到花莲尝鲜咯 上课终身想起 同学们竟然不是拿出课本 而是整理教室环境 有的插桌子 有的洗菜 有的准备食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这里是花莲慈禧小学的 家室教室 今天我们要做的料理是 淡水小吃阿给 为什么它会叫阿给 阿给这个名字 它其实是日文 它的日文油豆腐叫阿布拉阿给 所以它其实它是从日本 日文翻译过来的阿给 油豆腐里面就是要包入冬粉 上面再裹一层浆 然后下去蒸 所以待会我们的阿给 热水煮好之后关掉 然后把它给烫一下热水 不要煮它 煮它它就烂了 烫它就好了 料理小学堂 是每周三下午慈禧小学最热门的社团 因为名额有限 只开放三十六年级小朋友参与 一开放选课时间 三十分钟内马上秒杀而满 料理小学堂创立的目的 是希望可以教导小朋友 制作美味的蔬食料理 推行蔬食运动 同时让小朋友有机会学习厨房事物 蔬食就是爱护身这个部分 其实要从很小的部分 就让他们有这样的观念 那其实小小心理它虽然不能够影响什么 可是它种在他的心里面 所以多多少少它就会影响家里面 像平常我们做的素阿给 或是大肠包小肠 我们就是把它变成蔬食的料理 那孩子会发现说 其实不吃肉 它也是可以很美味很营养 进而他回去跟他的家长分享的时候 就觉得素食其实也是可以做出 这么美味的料理 不一定是要用葷食的部分 香菇炒完之后 今天我要先炒红萝卜 因为红萝卜它也要分两边方 红萝卜要炒过油之后 它的β胡萝卜素才会出来 老师细心地说明制作步骤 同学们睁大眼睛 仔细观察老师的动作 毕竟开火料理可不是容易的事 其实学料理这件事就是 它是一个自我能力 它不是说要让孩子说 你进到这间厨房 这间教室来 然后学了这些 就要变成多会煮菜的大厨 或是要煮多美味的菜 而是它是一种治理能力 从学习清洁怎么清洁 然后拿刀处理 营造很安全的环境 反而我们愿意放手的话 然后安全地看顾它 它其实孩子们 每个都可以做得非常好 香菇切丁 青菜切末 烫煮油豆腐 红萝卜切丝 将馅料与冬粉下锅炒拌 学章街炒菜 拿刀架式十足 付出给专业厨师 学弟妹则是将炒好的馅料 放入豆腐中 以特制酱汁封口 放入电锅蒸熟 大家同心协力制作 经过数分钟的等待 淡水阿给终于打工告成了 我觉得 我可以学到团队合作的精神 然后 因为大家都是同样共苦 在我们做的同一个食材 然后虽然是自己吃 但是就是觉得 大家一起做就是很有感觉 还有懂得包容 不会的学弟妹 然后去有耐心地讲它 我做过最有成就感的是 素肉丸 因为 在那个时候 它是用西谷米去煮 然后 为了不要让肉丸的外面 会有烧焦的倾向 所以 然后就叫我们要在煮的时候 就要一直搅拌 然后到最后我们 就是虽然手很酸 但是就非常有成就感 应该就是披萨 因为在做的时候就是 有的时候就压太扁 然后就是 老师有的时候就说 你压太扁要重做 对 觉得 因为好不容易就 那个 刚好的 然后又要重做 就觉得很难过 后来做好多次了就学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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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玩社团 以蔬食爱地球 料理小学汤 让进厨房变得简单有趣 蔬食料理美味好玩 也让同学明白 如素好处多多 需要很改变 就有机会 可以让地球更健康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小主播看天下 WOW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